有一个亲子团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小的团叫种子团 原则上这边的小朋友他们才刚刚学情 我们都是从学期开始的时候 一年级的学生我们就会招生 询问家长说有没有意愿让孩子学提琴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招我们所谓的种子团 那种子团的小朋友等一下你会看到 他们差不多这样子的高度而已 在所有的小朋友里面 他们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各位观众也可以在中间看到我们当中 有很多家长都穿着粉红色的一个团服 这个团服是我们第一任的会长帮我们设计的团服 也就是说所有的志工家长 你只要看到上面是粉红色 穿着粉红色衣服的都是我们的志工家长 这个乐团如果没有这些志工家长这样子 无怨无悔的这样子完全无私的把每一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照顾的话 这是不可能成团的 因为事实上乐团里面有相当相当多的团务那这些团务是在一个乐团在在经营的时候要最麻烦也最难的 他必须要做许许多多的联络 像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表演如果不是这些志工家长的帮忙他们的联络然后帮忙照顾这些小孩子联络家长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来 其实真的会很困难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来到这边 然后所以在我们演奏之前我们先给我们中校的志工家长们一个大大的鼓励 我们真的是谢谢他们为了音乐的教育这样子无私的奉献 好那我们的团全部通通都到齐了 好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一点点小挤 所以我们请大挤琴的姐姐们我们稍微再做出来一点点 让这些小种子们能够有一个空间 对了对了对了再过来一点谢谢 好Eric你不用过来你就过去嘿对对对来过去 好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三首很好听的曲子 不用担心不会太长所以你们不会太热 好我们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曲子是望春风 那会唱的请跟我们一起唱 那第二首呢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卡农 那第三首就是很好听的小小世界 谢谢大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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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